六丈 對啊 那音位很大耶 而且已經乾燥廁所了齁 好 那我們就放心了 好 路友遇到我們就說 第一句是說 欸 要下雨了嗎 前前是 烏雨 真的沒想到我們的打招呼不是你好耶 是要下雨了嗎 他們是已經乾燥廁所那我就放心了 我們的路友準備乾燥廁所了 那就換我們囉 搭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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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天烏雨真的是蠻搭配的 我以為是我帶墨鏡的關係 但不是 不覺得搭配後面那個衛雨 好像在巴黎島 真的很像什麼在夏威夷耶 好像是吐恰 搭到一半 好 嗯 明智的選擇 今天的佈置 比照上一次水雲山 但是那個天氣已經不比照上一次的雪雲山了 欸 才隔一個禮拜 那個天氣 好像已經來到水雲山了 是已經如果地方上面有給它傳出來的想起的火鍋那種 大家自己要做好防曬 多補充水分 然後盡量讓自己的情緒保持在一個先平氣和的狀態 我只能在這邊溫馨提醒了 如果夏天還有要露營的路友們 哇 我剛剛整個搭上過程中完全不想講話 完全不想浪費多一分一秒的力氣 真的 我們全程超安靜的 太陽的熱情加上我情緒的熱情 我可不可以就先躲在這個裡面跟大家講一下我們今天在哪裡 可以可以可以 我現在目前是沒有任何的慾望想要踏出去的這個 它要比天幕外面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新竹兼10的 相聚家錄影區 海拔大概是560公尺 欸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穿短袖 衣櫃最深的那個短袖給它拿出來穿 受不了了 離體了 切回正體 這邊的話路況從內灣老街上來大概是15-16分鐘 沿路都是好開的 都是可以會車 路況很好 然後這個營區喔 今年1月喔 才正式開幕 我就是先搜尋我們之前去過哪一個比較好開的錄影區 那我要來附近找找看 結果被我意外發現 我們就上地毯市搜索 使用我的鷹眼 你做好心理準備要踏出去然後接到這個營區了嗎 還是再晚一點 反正會剪接嘛 我們就是再過一兩個小時再去 也會以為是現在正要去是不是 好 那休息一下 可是我想去尿尿 我也想去 把自己搞定好 先上個廁所撇個尿 再好好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營區 欸你知道我剛看他們打掃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這個門一個小小屍了你知道嗎 哪裡 你打開 可是我就問 這是一個上廁所的空間 我如果打開不就是讓大家看光光嗎 我在裡面尿尿喔 我如果坐在這裡 完全看得一清二楚好嗎 你如果別來在補塞 那補得太悶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自己自行通光 大家自己考慮一下要不要使用這個功能 我就先實際體驗一下 新到連廁所的把手的膜都還沒濕 超新的欸 欸你看那個洗手台 很美欸 欸真的欸 淋浴空間也是一樣齁 啊你這個如果沒有把他拉起來齁 欸 哇會很嗨 真的 這個營區會變得很熱門 真的 我已經來到了什麼步驟 你們都會看得非常清楚 這太清涼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讓外面的人 可能說一絲的清涼的話 欸 你就可以把這個操作趕快 啊夏天了啦 欸 我看那個重點啊 開手 淋浴的空間大概一個人 一人家 欸不是 來 這置物的空間又在給我這樣子啊 真的 來啊 這置物的空間又在這樣子啊 又在考驗我啊 是什麼意思 我就問你 這可以掉當槓了欸 這邊的話 一百五十七公分 可能就是又要建議大家穿高跟鞋 眼前那邊就是迎區進來的入口 入口這邊就是整個就是 A區 這麼長一大片 可以搭六到七張 可以大概有七成八 因為真的蠻大的 那通常都是兩張共用一個洗手台 所以你們看A區的衛浴 就在旁邊 然後總共有四間領域 四間做事 欸啊男生的小便斗欸 我來關心一下男生的小便斗 沒有 沒有 還是在這 兩側都有附衛衛生紙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冷凍冷藏 很棒欸 就分三區 A區 A區 還講完了嗎 A區 B區 我們都錄這麼久了 你還沒抓到介紹營區的節奏 我真的不知道你還有什麼用 A區 不可愛就好了 目前這個衛浴 看起來很舒服 很期待他晚上的表現 不知道我們晚上會被進來 然後把沙船關起來 被對面的三團 然後望遠鏡這樣欸 喔唷 今天 穿粉紅色的 喂 從車道旁邊這樣開進來 開進來 就進入營區了 A區如果靠近出口的地方 可能就會離車道的聲音 就會再更大聲一點 大家聽到這裡耳塞之背 這邊是B區 4月的時候 預計會蓋好的一個露營車的空間 喔 紅色車子後面是衛浴 然後外面可以吹噬 看出去的景色 也不錯欸 他有一種就是給你開在懸崖的那種感覺 那個手煞車有拉起來嗎 欸 你怎麼在跟誰打招呼 對面的山頭吧 對面的山頭吧 欸 今天 今天有兩個女生喔 今天兩個女生要洗澡喔 望遠鏡 準備喔 上面還有一個包洞區 然後有三間 上面還有一個涼亭 就是從那個營區的入口 然後再往前開 就可以抵達你的目的地 但是因為這個樓梯 我現在有點懶得爬 我們就看一個緣分 可是那個涼亭很可愛欸 要不要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走了 欸 後製幫我放下 1 2 3 4 5 6 欸 很有空間欸 我是後製欸 你就除了後製 你還要吸氣什麼功能 這樣子一點要求 你也要在那邊嚕哩巴說 大家可以推訂閱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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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就是真的滿像一個包洞民宿欸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涼亭 哇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我們很把握太陽要下山的這一段 稍微比較涼快的時光 又要來 怕乙球 有人為了就是露營要可以怕乙球 去下單的一個網球架 現在還給我把銀神拿來當一個界內界外的一個標準 啊為什麼我們不就去運動中心打就好了 要這樣子 這麼累 這麼辛苦 這麼用心 要報隊嗎 要報隊的以下 開放留言 我們是也沒有多厲害 欸 真的 是打娛樂的 呃 贏的請喝養樂多 有喔 有夏天的威力喔 這我們很瘋好不好 我們打幾場啊 應該有喔 10場 你把自己搞那麼累 欸 超熱 我們整個 很像在打國家賽 還有打Duce 欸 對 我們還打到Duce 沒有辜負你買這個網家 沒有辜負我們用的這個銀神 對啊 我們真的是很把握 出來露營 沒有要讓自己閒著 絕對不會讓自己坐在那邊滑手機 欸 啊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躺著也中槍這樣 滑手機也是可以啦 嗯 就比較不會流汗 剛剛在搭帳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差不多想要宣布修路了 太怪了吧 三月底而已 你們敢相信我們前幾天 還在穿羽絡外套欸 天氣說變就變 跟你的心理一樣 說變就變 自製冷泡茶 喔 好重要喔 蛤 真的好重要 續命冷泡茶欸 續命成功 嗯 啊 營主是說齁 他們這個營區的特色啊 就是可以送夕陽 這樣啦 啊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夕陽 喔 有漂亮嗎 看到齁 夕陽 夕陽 你說夕陽我們雲台也沒看到 夕陽也沒看到 也沒關係 都沒關係 夕陽 看到了 Colin 來 給大家看 嘿 我想你們想的應該是跟我一樣的 但我必須在這邊跟大家說 並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哈哈哈哈 它只是長得很像 但它其實不是 嗯 它只是長得很像 好嗎 我想如果真的睡的話 這兩隻應該是不會乖乖的還在這裡 欸 洗得很舒服欸 而且運動完洗照 更舒服 它那個水壓它有三段式給你調節 超燙 瘋掉 直接瘋掉 它有一個最強的水柱的 我剛剛剛好運動完 就可以拿來按摩你的小腿機跟你的肩頸 熱水也很穩定 然後也很夠熱 跟大家講我是已經快轉到快冷水那邊 啊 超燙的 超燙的 然後我們兩個是隔壁間 也沒有搶水的狀況 那這股魚的話 過關 哇 好貼心喔 哇 好像在做沙龍喔 這個設計師有點粗魯 它根本就在發我的頭 喔 我一開始說它置物很高嘛 其實我後來發現其實它做置物很高 其實蠻貼心的欸 因為水壓太大了對不對 對 因為它水壓很大 然後又加上因為它空間是一個人比較舒適的 所以如果它做很低的話 可能你的衣服 哇 等到你要穿的時候 都已經濕濕濕了 好啦 是有原因的啦 不是要欺負我啦 然後他們的設備都很完善 但是沒有附飲水機 所以大家自己自備水喔 你不餓嗎 我超餓的 我剛去打完羽毛球就超餓的 但是我覺得想要先洗得舒服 然後再來 再來吃得舒服 可是在吃得舒服之前 又是我先煮 為什麼 我煮得很不舒服欸 可是我幫你吹頭髮 喔 所以你剛幫我吹頭髮的目的就 原來它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目的的 我怎麼會到現在我在看清這個人 我到現在我在看清這個素食 我覺得這是一道懷舊料理 真的 我小時候阿嬤很常會煮的 有點像是阿嬤已經想不出來要煮什麼 然後阿嬤今天有點想要偷懶的時候 她就會用這一道來敷衍我們 欸 也不是說敷衍啦 我們是吃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 罐頭麵 我很意外 我身邊 有蠻多朋友都吃過欸 所以是怎樣 大家 每個阿嬤每個媽媽都知道 要煮這個罐頭麵 簡單又好吃 對欸 阿又不是你煮 你怎麼知道簡單 你們有吃過嗎 這個罐頭料理 怎麼聽起來很不健康 哇 哇 哇 我已經聞到熟悉的味道了 喔 因為今天吃罐頭麵齁 所以意思意思也是加幾個青菜啦 這才可以讓那個營養 就是有點稍微Balance一下 嘿 Siri 幫我計時 為什麼這裡給我貼New Balance的貼紙 你吃怎樣阿 你小朋友 到處給我亂貼貼紙 嘿 Siri 幫我計時五分半 為什麼我的Siri叫到你阿 然後大家 沒有錯 你就是等你的麵條就熟 欸 就開動了 耶 非常適合我們今天打完羽毛球 餓得像搖鬼的時候 欸 你要拍嗎 我順便加個兩顆蛋 多順便 順便加個兩顆蛋 就是再讓它營養得更均衡一點 有蔬菜 唉唷 魚耶 再來就是蛋白質補充的部分 一道非常沒有營養的罐頭料理 然後被我這樣包裝成這樣 然後你們就知道 就跟網路的世界一樣 喂 蓋起來小幫手 很好 小幫手今天有飯吃了 因為他有做事 他有幫我吹頭髮 有 乾杯 喔 舒服 就是這個味道 嗯 我阿嬤的味道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阿嬤的味道的話 就是照剛剛那些食譜下去做 你們就知道我阿嬤是什麼味道 會不會太多了 我一直想到 你說你都會突然拿起來 GoPro 我就想說 你到底有什麼好講呢 現在到底有什麼好講 我們是不是就坐在那邊發胎嗎 不會太多話 沒有 因為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要吃一枚小泡芙 就突然想跟大家分享啊 很好奇大家都吃什麼口味啊 我就是很靠 不行喔 奇怪 我自己是 首選一定是巧克力口味 可是它原味也好吃 原味是什麼口味 欸 白色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你有講得於沒講 而且我們剛剛還特地 把一枚小泡芙拿去冰在冰箱 啊怎麼黏住 冰條好好吃 現在晚上11點 你們有聽到雞在叫嗎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是這邊 不是這個香劇家的營去的雞 不是 是山下的雞 請問現在是誰要起床 我才正要睡耶 誰的身體時鐘啊 好了我收到了 收大聲 欸耳塞要準備 耳塞要準備 二十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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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打算呢把這些帳篷 就是收一收之後 就再也不會再拿出來了 等到秋冬的來臨 我們再跟大家相見 掰掰 現在一定是 一起床就是一個流汗的狀態 怎麼會怎樣 好生氣喔 我們真的要學會懂生存 真的 真的 正中午我們在這裡也是都這樣 到底是多愛路 到底是多愛路我就問 還是找到自己的那個生存之道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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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知道 轉換了行李寬寬的 坐在這裡睡 喔 天啊 謝謝老天用他的熱情 讓我們乾燥廁所 我們嘴巴再怎麼壞 我們還是心存感恩 乾燥 整個人很燥 已經到了露營 第一個要下的裝備 是他 以及最後測了也是他的季節 只能說這次非常讓我們有感的就是 這個夏天來的非常的措手不及 給大家一個相聚加的一些 小補充小補充 對 我們遠傳訊號還不錯 這邊的路況很好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可以夜充 他們現在平日的收費只要 假日的話很像是一千 這價位的話可以再詢問營主 但是我們今天平日的來勢 齁 大家有聽到齁 哇塞你的汗 超大滴的 你整個人中這邊應該可以建一個水塔了 辛苦你了辛苦 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快下班了快下班了 好的好的 以上這些 要小補充小補充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就是要趕快回家囉 掰掰 掰掰 下班了下班了 我們秋冬見秋冬見 會不會之後又打臉又打臉 啪啪啪啪 有可能有可能